他们是一支来自乌克兰的交响乐团 为何选择集体留在了中国张家界 当中国民乐遇上西方交响乐 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中国园为您精彩呈现 张家界国家公园拥有显俊秀美的自然风光 是中国首批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的旅游景区 这座常住人口不足200万的南方小城 每年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8000多万 张家界市的魅力可见一斑 舞台上这支来自乌克兰的交响乐团 与短期的游客不同 他们选择留在了这里 正式更名为张家界爱乐乐团 这个姑娘名叫纳斯加 是张家界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两周后 乐团将迎来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2020年新年音乐会 其中纳斯加有大段的独奏乐章 所以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排练厅 上午8点 张家界爱乐乐团的乐手们 也都陆续来到排练厅 准备进行第一天连排 对于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都意味着是一场最高水准的演出 需要大家全力以赴的准备 排练开始前 乐手们各自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乐器的调试准备 今天要带领排练的是乐团的团长罗勇 上午好 大家上午好 今天主要是排《瑶珠舞曲》 16号的演出 请大家做准备 请大家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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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交响乐是人类音乐文化的高级形式 交响乐团的建制 通常由弦乐 管乐 打击乐三大声部组成 包括了数十种不同类别和音色的乐器 交响乐团根据不同地域或作曲家 分为不同流派 张家界的这支乐团 由26名乌克兰乐手组成 是典型的俄罗斯乐派演奏风格 第一次听他们演奏 应该是18年年底 我去听这大厅 哎呦 我在张家界根本没想到 张家界能够有这么个乐团在这 他们的歌人技巧 综合能力特别强 那是 联牌刚开始 罗团长就发现了纳斯嘉演奏的问题 在演着古典音乐和西方的中 他们理解没问题 但是中国的音乐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 对中国东方音乐内涵 他们表达了 我认为是男女之间的一种爱情 到这个时候 最神秘的时候 应该到他理解这个东西 月光下面 很神秘 很甜美 来 约这一块 164 163 纳斯嘉从7岁开始学习小提琴 23岁时 曾获得乌克兰总统奖学金 今天 他能迅速领会罗团长讲解的爱情意境 是因为元旦前 他的丈夫萨莎 也来到了张家界看望他 萨莎是一名职业海员 结婚三年 他俩一直聚少离多 对对对对对对方说 你当地连队 你疯尽 你 burgrais 我告诉他 我叫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告诉他 我准备了 有美丽 一些美丽 很多地方 我会说 你必须必须别来来 到今天 就像我感谢 我希望他 你够见到他 我拥有这种意味道 他来发现 他来到我 我看到他 还在 relate 纳斯嘉性格开朗活泼 而萨莎却内向温柔 这是萨莎第一次来到中国 对一切都感到既陌生又新鲜 所以纳斯嘉很想把自己 在张家界生活中的一切 都分享给萨莎 今天她约了好朋友 乐团翻译马黎明 一起来宿舍小聚 有了爱人和好友的陪伴 纳斯嘉的生活 也变得充实快乐 每逢周末 她还会和远在乌克兰的 父母视频通话互相问号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元旦 也是乌克兰传统的新年节日 虽然纳斯嘉几年不能和父母一起过节 但她和乐团的乐手们 还是一起来到了附近的市场 他们打算采购一些食材 自己动手做乌克兰菜 一起庆祝新年 才够好所需的食材 红火漂亮的中国节 一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别看他们在中国的时间不长 弹起劲来却毫无障碍 中国和乌克兰两国于1992年建交 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近几年乌克兰国内局势持续紧张 经济形势低迷 张家界爱乐乐团 是以原乌克兰国家功勋交响乐团 为班底组建的 具备世界级的记忆水平 受乌克兰经济形势影响 乐手们不得不面临 在乌克兰演出工作停滞的现实 首席双皇冠演奏家奥列格 1997年毕业于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内音乐学院 曾任俄罗斯 比尔哥罗德国家爱乐乐团 第一双皇冠 擅长十几种乐器的他 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音乐狂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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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封吗 封心的玩具 我 попал在亡 但是我去港并不吝点赞 乐听 台课和音乐幕 和音乐课以以兰计 一定要尽并ут 附近日一体音乐 我混合一下 不知的音乐 但是当人得谈书 这种音乐的混音 这种混音 这种表现了 你不懂得比较 这种一个音乐 第一次 我現在拿到手機的手機 因為我加入了這個手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 他们预定了丰盛的新年晚餐 大家都准备贡献出自己的拿手好菜 新年第一天也是乌克兰重要的传统节日 乌克兰人相信 你怎么庆祝这一天 就会怎样度过这一年 所以新年时 乌克兰人和中国人一样 也讲究家人朋友欢聚一堂 逛集市品美时 表达对彼此的祝福 每逢佳节贝斯钦 这些乐手们平时的生活都很简朴 住宿舍 吃食堂 每个月都会把大部分工资 寄给乌克兰的家人 尽自己最大能力 保障着亲人的生活 今天还是巴松乐手瓦夏的生日 大家也准备为他一起庆祝 瓦夏今年26岁 是团里最年轻的团员之一 这是他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程 为了表达对伙伴们的感谢 他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 中国歌曲《红艳》 虽然瓦夏还不能完整地 唱出中文歌词 但他还是觉得 这首歌代表了自己的心声 这些乐手们也像是一群红艳 来到张家界这片土地上 有了安定的生活和好的艺术环境 他们心中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惦念 也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期望 去新年音乐会还有一周时间 这次的演出加入了几首中国名歌 其中龙船调几次排练下来 效果都让罗团长不太满意 于是今天特意邀请到了歌唱家 王金莲一起彩排 《红艺术环境》 《红艺术环境》是一首筷极人口的图家族名歌 后特意欣证了塔拉斯 我 我来附你们 一个 我 逐一个 我 两个 我们 我们来附你们 我们来附你们 还是我们来附你们 还是我们来附你们 去吧 去吧 走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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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上调传 没完要过火 死了不来退我了 还是我没关系 你把我关了 没完我上调传 我还没做 我还没做 见了没退过火 你把我上调传 指挥库琴科塔拉斯是乐团唯一一个居家来到中国的成员 他的妻子孩子现在都在张家界和他一起生活 塔拉斯是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和指挥专业的双料博士 他的父亲库琴科维塔利是苏联知名的指挥家 列宁格勒指挥学派继承者 塔拉斯如今还珍藏着一本父亲当年的老乐谱 这一本的发布是朱雁尔滏 我们在这里设计 ample时间 的发布这是见到 红旺之间的发布 《執手》 中导臣的一个发布 是已经了 这个发布 已经百年了 这一个发布 整个发布 上世纪中期 苏联在音乐 美术 芭蕾舞 等多个艺术领域的发展 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尤其是歌曲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芭蕾舞 天鹅湖 等经典的艺术作品 对新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苏联新西伯利亚 国立歌舞剧院芭蕾舞团 访问了中国 9月1日的晚上 第一次为上海观众 演出芭蕾舞剧《天鹅湖》 无论是在舞台上 还是生活中 塔拉斯都是乐团的主心骨 乐团能留在张家界 正是他的建议 2018年 乐团应邀来张家界 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商业演出 经过慎重考虑 乐团提出申请 希望集体留在张家界 然而这里毕竟不像一线城市 拥有成熟的演出市场 一个交响乐团 想要养活自己 谈何容易 主要是受众的问题 本地人口包括张家界 是170万左右 这么一个乐团在这 相对人口还是比较少 因为他们对欣赏 这种交响乐 两边有一个距离 于是乐团因地质疑 在游客集中的中心景区 进行了多次露天演奏会 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对景区宣传 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于是他们的工作申请 得到了张家界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意对乐团全员 进行引进和安置 正式更名为 张家界爱乐乐团 为了进一步让乐手们 了解熟悉中国民歌的表达方式 一早罗团长就带领他们 来到了土家村寨裁风 一进村 一段悠扬的音乐 就吸引住了他们 谢谢 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叫东东葵 这个东东葵 是我们土家村 独有的一种民族乐器 因为它在世界上 唯独的一个环环乐器 它的环片 你看是从下往上刻的 其他的乐器的环片 就是从上往下的 它就只有四个音 它只有Dore Miso 现在世上流传的是 就是那个五音不全 就是说的东东葵 它只有四个音 第一次看到这种 独特的民间乐器 大家都很好奇 对音乐共同的爱好 让大家一拍即合 决定即兴合奏一曲 切磋一下记忆 首先开始 然后你接着 你接着 不不必 不不不 不不不 然后你 这就是你 东东葵 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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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音乐语言相通 当地的风土民情让乐手们感受颇多 西方音乐和中国原生态民乐 也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 临近春节 土家族山寨也热闹起来 土家人有着在腊月提前一天 或者几天过年的风俗 称为赶年 赶年宴上 大家会点起篝火 跳白手舞 相互表达美好的祝愿 在新年前夕 张家界爱乐乐团的团员们 走进土家山寨 进行了艺术交流 体验了土家族特色的赶年文化 他们在张家界安居乐业 也把他们的欢声笑语留在了这里 我住在北京已经520天 我愛我的村子在这里,我可以爱我的父亲 我肯定,我肯定,我肯定是一场所 我肯定人在全世界上 让我们更加弱 我们不忍受疫苗 在全世界上的心思 半途上 倒出是动人的放屏 这里的云花 似亚热闻的灵魂 漫长里是里 传进是伟大的神明 这里的云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